大家好 欢迎到成熟美 我是成老师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暑期的时期的机会 涉及的面比较复杂 我一点点来说 在匹兹堡的一个公司叫做Ready AI Ready AI就是Be Ready AI这个意思 这是一个在AI的K12教育当中的 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那么在CMU的支持之下建立的已经4年了 那么Ready AI做的工作 就是把CMU MIT 哈佛什么Facebook 这些AI的前沿的教授和工作者 他们的这些理念交给中小学 而且让中小学能够理解 那么这个工作 已经做了4年多了 非常的有成效 是在这个领域的公认的非常好的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是我们后人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好 那么Ready AI在今年的暑期 会招收8个实习生的位置 那这8个实习生做什么 除了做Ready AI日常的这些工作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要准备一个全球的顶级的学术会议 叫Triple AI 叫AAAI 这个AAI是什么呢 是在美国甚至世界上的人工智能的最顶级的会议 你如果去看这个CS ranking 它在人工智能上面只有两个会议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这个会议的年会会在2月份在皇上的DC召开 那Ready AI会联合其他的学者 比如包括CMU的学者教授 会来给这个大会提交两篇论文 其中一篇论文是基于数据科学的倾向性 另一篇论文是Ready AI在中东的一个学校 叫Neon 他们的教育的课程的一个总结的这样的一个论文 那么这两篇论文 它提交的过程需要收集整理资料 然后来协调 然后把论文成文 然后来提交上去 那么以往在前面的三年的 Triple AI的这个年会上面 Ready AI的论文 都有在这个年会上面来发表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论文提交被采用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因为它是顶级的这个学术年会 所以这个是竞争很强的 不能是保证 这个工作是会在从现在即刻开始 一直到八月中来结束 这里面八个实习生 那么会四个人会专心做一个论文 另外四个人专心做另外一个论文 由这个导师来分配 如果这个论文被选用了 这个学生的他的名字 实习生的名字也会被列到这个论文的上面 那你就等于说是在国际的这种顶级的人工智能会议上 是有过论文了 有你的名字了 能够查得到了 这个是最顶级的这个会议的论文 这不是什么阿三阿四弄的一个什么中学生就能当第一作者的这样论文 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论文都是经过同行评审 而且最厉害的这些专家都会去大会 比如大家知道的什么像李飞飞 像什么这些人工智能专家都会去会议 这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顶级的会议 我们的实习生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做这个 其实有的同学可能做过科研 那么有的同学也在 比如在做研究生的硕士或者是博士 那么也在本科的准备当中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论文的署名 那么对学生将来发展是很好的 而且他的同时署名的作者 这个团队里面 那么是很多都是这个领域里很有名的这样的专家 那当然要求这个八个同学 你当然得要努力 对吧 你不能说我就是空降了一个 然后就把名写上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在这里边 你是努力去整理 去来研究去理解 然后来提交 因为这些东西 它的内容 其实已经相对比较现成了 那么但是需要人 把这个东西给来做好 所以在这里需要什么样的人 需要这个英文能力比较强 这个文字功底也相对比较强 那么最好是做计算机 人工智能 或者是心理学 认知科学 教育学 这样的学生都可以 年级呢 其实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或者延一甚至延二都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需要 比如CPT啊 OPT的支持 那么Ready AI 它是一个正规的美国的公司 那么是可以支持这个CPT OPT的 那么这八个实习的机会呢 即刻就开始 现在呢就会来开始这个面试啊 来填满这个位置 那么填满了为止 因为呢 这个暑期呢 这个是有非常实际的 这个工作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暑期是希望实习 但是还没有找到实习 有没有找到在美国的实习啊 你别说 我就远程干点中国的实习 这个不要这样 有美国的实习的 再有呢 就是如果你对人工智能的顶级的学术会议 发表论文 署名是有感兴趣的 而且呢 是确实是想喜欢在这个人工智能 尤其人工智能教育方面呢 有兴趣的这样的同学 我想呢 优先的选择呢 美本和美颜的同学 如果实在有中国大陆的本科的同学 如果水平很高 那么呢 我们也可以考虑 但是高中生呢 可能是水平是达不到的 所以就这么一个机会 我希望呢 跟大家能够讲清楚了 那么REDI-AI的网站 Triple AI的这个网站 就是大会的网站 还有呢REDI-AI以前的一些工作 我呢都会在视频的后面来列出来 那么呢 这是实实在在的 在美国的人工智能教育公司来实习 希望呢 大家呢 感兴趣同学 能够尽快抓住这个机会 好的 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 希望呢 这次这八个实习的机会呢 能够对大家呢 能有所帮助 让你呢 在学业 在认知 在将来呢 我们申请好的学校的硕士 能够呢 更上一层楼 或者甚至将来想要申请博士 进入呢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对这些同学呢 我想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好的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如果你在留学美国过程中 需要升学 转学 学术辅导 就业指导 这方面的规划 或者是申请 或者是到美国以后的 学业的成长和成功 那么都可以来找后人 可以在长城里面的公众号 后面留言 也可以呢 在头条的视频后面留言 或者去后人的官网 我们的帮助同学呢 来发掘潜能 走向优秀 另外就是 每周的周六的北京时间 上午十点呢 我和我后人的同事呢 会有一个关于国际教育的讲座 希望呢 是能帮助到大家 具体呢 讲座的内容和如何参加呢 是在长城里面的公众号上面 有 欢迎大家来参加 好的 那最后呢 感谢大家观看关注 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